他曾是普京最忠心的保镖 连俄罗斯国防部长都与他平起平坐 在他守护普京的20年里 连只蚊子都飞不进普京身边 如今他统领着34万大军 令西方国家闻风丧的 他就是俄罗斯禁卫军的总司令 佐罗托夫 长按点赞 回应带你一起来看一下 佐罗托夫的传奇经历 俄乌战争开战初起 普京就下令对乌克兰进行军事特别行动 让俄军直接向乌克兰的首都击负进军 而这么做的目的 一方面是想让小司机看看你惹的是谁 而另一方面就是在告诉北约 不要觉得我好欺负 事实上 俄罗斯目前所表现的状态 确实让西方国家感到头疼 而这种强硬的做法 也让一些西方国家认为 要对普京进行斩首行动 才能赢得这场胜利 当然 早在俄乌战争之前 普京都已经不知道暗杀多少次了 但普京每次都能躲过暗杀 这就让我们对普京身边的安保人员感到了好奇 但能作为普大帝身边的保妖 肯定是有过人之处的 而佐罗托夫就是保护普京最重要的一人 2000年 普京已经成为了俄罗斯的总统 那个时候 许多国家对这个新上任的总统充满乐意 希望能够来暗杀他 让俄罗斯这个大厦倒下 当得知普京就要参加索布加克的葬礼时 杀手们知道机会来了 在葬礼上 普京丝毫不知道他即将迎来第一次暗杀行动 可就在杀手距离普京只有三米的时候 人群中佐罗托夫冲了上来 迅速将杀手按倒了地上 而这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让普京感觉到自己离死亡有那么近 而佐罗托夫的及时出现 也让普京感受到了满满的安全感 2002年普京在回去克里姆林宫的路上时 佐罗托夫就在路边的草丛中发现了炸弹装置 便立马让普京的车队绕过这条路 而在之后的媒体报道 该炸弹里面 竟有含有40公斤的炸药 这足以可以让汽车飞到天上 这也不得不说 佐罗托夫的侦察能力是真的强 在之后向这种刺杀的行动高达8次之多 这还只是媒体公布的 媒体所不知道的刺杀行动可想而知有多少 而这些刺杀的失败 很大部分的原因来自于佐罗托夫 因为他的能力实在是太出色了 连有着特工出身的普京也感到佩服 他曾是普京最中心的保镖 连俄罗斯国防部长都与他平起平坐 作为普京的保镖 其实非常不容易 因为普京闲暇实践 会去玩那些刺激一点的运动 比如滑雪 骑摩托车等 而这些运动几乎都是普京自己一个人单独行动 这可把佐罗托夫吓坏了 生怕普京有任何闪失 为此佐罗托夫还为了普京 学习了普京喜欢的运动 只为了能够保护好普京 有一次 佐罗托夫跟着普京去滑雪 尽管佐罗托夫不会滑雪 但为了普京的安全 他还是义无反顾穿上了雪橇 当普京从高处滑下去的时候 佐罗托夫也跟着普京下去 随后 普京很安稳地站住了脚跟 但佐罗托夫却因此摔断了腿 不得不说 佐罗托夫是真的敬业 当然 经过这件事之后 佐罗托夫就命令手下的保镖们 要完善自己的技能 以备不时之需 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到普京 对于普京来说 如果你不够忠心 那么你能力再好也没有什么用 而佐罗托夫就是普京所信任的人 普京曾在公开媒体说到 佐罗托夫是一个对我非常忠心的人 我相信他不会被任何人收买 这就好比佐罗托夫朝普京开枪 普京都会认为自己的背后有敌人 这可能就是普京与佐罗托夫之间的信任吧 作为已经在普京身边20年的保镖 佐罗托夫对每个总统保镖都会说到 不要放过任何细节 就连总统身边的空气也要检查 虽然说的有点夸张 但这也是佐罗托夫称职的表现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佐罗托夫也已经到了花架之年 已经不再适合冲到前线去了 普京为了感谢这20年来的悉心保护 便解除了佐罗托夫的保镖职位 直接任命他为禁卫军总司令 而这个职位可是大将级别的 由此可以看出 佐罗托夫是多么受普京重视 但佐罗托夫所掌控的禁卫军 和海陆空军可不一样 禁卫军是专门服务普京的军队 就相当于我们古代的锦衣卫了 而禁卫军的人数竟然高达了34万人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这都可以去攻打乌克兰了 这也足以说明 普京让佐罗托夫掌管这个军队 甚至有多么信任了 而佐罗托夫的职位 就相当于和国防部长平起平坐了 还可以参加俄罗斯高层领导人的决议 不得不说 从保镖走到大将 佐罗托夫这也算是一个传奇了 从保镖坐到了大将的位置 佐罗托夫是如何受到普京的青睐的呢 1954年佐罗托夫出生于俄罗斯的一个工人家庭 从小佐罗托夫就非常喜欢爱玩 但对应的是学习成绩的下降 上了高中之后 佐罗托夫本来想上军校 但成绩实在是太差了 这让他看不到任何希望 无奈的他选择了参军入伍 最开始的时候 佐罗托夫就在最艰苦的边境地区服役 这也是让他强硬的性格 慢慢的被磨练了出来 后来在服役期间 佐罗托夫听说了克格伯部门 说里面的人都是精英 这让佐罗托夫来了一丝兴趣 便抱着适时的态度 向克格伯部门投递了简历 而令他自己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成功进入了克格伯部门 这对他来说可是意外之喜 后来的佐罗托夫便被克格伯 分配到了保镖部门 这个保镖部门出来的人 都是跟苏联领导人直接配对的 可想而知是有多重要 佐罗托夫出来之后 他便担任着索布恰克的保镖 有一次普京在访问索布恰克的时候 便认识了佐罗托夫 这也是两个人第一次相识 后来索布恰克下台之后 普京也选择跟随老师一起辞职 而和普京一起离开的 还有佐罗托夫 本来作为一名安保人员 是不用跟着一起离开的 但佐罗托夫很忠心地对待索布恰克 并不愿意去服侍别人 这也是为什么他以后会成为普京最忠心的家臣 离开之后的佐罗托夫 一直在跟一家私人企业当保镖 后来普京被叶里钦任命为了临时总统 而普京深知保镖对自己的重要性 于是普京就召回了佐罗托夫 希望能让他担任自己的保镖 佐罗托夫也非常喜欢他这个朋友 于是就答应做了普京保镖 在之后的20年里 佐罗托夫多次挽救普京 让普京非常感动 这也是为什么佐罗托夫 能一直待在普京身边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忠心 后来佐罗托夫因为年龄的问题 便退居到了幕后 但他所率领的禁卫军 一直在暗中保护普京 我们相信有他在 普京就不会有任何危险